2023年一整年 YouTube對於它的平台政策、功能使用以及用戶體驗 都做出了很多重要的更新 這期影片會是2023年所有你必須知道的 YouTube平台更新的合集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認真看完 因為只有當你瞭解平台最新信息的時候 你才能夠知道邏輯正確進行頻道 Hi 我是C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現 以及網路推演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誰都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是新手創作者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免費的領取YouTube新手成功寶典 會從不同方面去告訴你 我去正確進行頻道 在2022年11月份的時候 YouTube更新了它的 適合廣告客戶投放廣告的內容準則 這導致在2023年年初的時候 有一大份的頻道 他們失去了廣告營利資格 這更新十分重要 如果你現在做出了YouTube認為 對於廣告商來說不友好的內容 那麼你的頻道是沒有辦法獲得廣告收入的 每個人都能夠在YouTube上面上傳自己的內容 只要內容符合了YouTube的水準則 那麼其他觀眾就能夠看到你的內容 然後如果你做出來的影片沒有符合廣告友善內容的規範 那麼你這部影片是無法獲得廣告收入的 這個就是廣告友善內容的規範 但是看了這規範之後就能夠了解你頻道裡面的影片 或者是短片是否適合與投放廣告 也可以讓你了解到哪些內容可以放送所有的廣告 只能放送部分的廣告 或者是完全無法放送廣告 又或者是停用所有的盈利功能 這裡包含了非常多的主題 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了解一下 在2022年11月 YouTube更新了適用於廣告客戶投放廣告的內容指南 這裡我想先講一下大家最關心的不適當語言的內容 這裡YouTube有提到所有種類的褻瀆 現在都得到了同等對待 這就是說如果在影片裡面說了一些YouTube禁止說的髒話 那麼這些髒話就不會分成不同的嚴重程度的 這裡YouTube還要說到他們不會將地獄還有該死 這些詞當作是髒話 這裡地獄的英文是hell 該死的英文是damn 現在YouTube不會把這兩個詞當成是髒話 所以創作者能夠在影片裡面說這些詞了 這裡YouTube也說到了 在前8秒後使用髒話的內容可能會獲得廣告收錄 但是如果在影片的前8秒使用髒話 那麼這部影片將無法獲利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在影片的前8秒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8秒裡面你千萬不能使用髒話 一旦使用髒話 那麼YouTube就會自動判定你這部影片無法獲得廣告收錄 接下來就是暴力的內容 所有顯示屍體沒有上下文的內容 或者針對真實姓名的遊戲暴力 或故意震驚或者厭惡的行為 以及顯示暗示死亡時刻的影片將不會獲得廣告收錄 這裡遊戲頻道或者說電影評論的頻道 請問要很小心 如果影片裡面含有剛才所說的內容 那麼很有可能會導致你這部影片無法獲得廣告收錄 這裡YouTube也有提到前8秒後出現血腥傷害的標準遊戲 非圖形悲劇及其後果 或者作為執法一部分的檢查扣押 可以獲得廣告收錄 這裡YouTube再次提到了8秒這個分界線 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YouTube不希望觀眾在看我廣告之後 立馬看到這些暴力髒話的內容 將會十分影響觀眾的觀感體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影片開頭前8秒非常重要 你不僅需要去抓住觀眾注意力 也要去注重不要違反這些內容轉折 大家看到這裡覺得這些影片對你有幫助嗎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 希望你能夠為這部影片點個贊 這樣就能夠讓更多觀眾看到這個有用的信息 並且對我的頻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 接下來就是這個承認內容 包含承認鏈接、淫灰語言、承認材料 或者性取悅行為的縮裂圖、標題還有影片 可能不會獲得廣告收錄 還有微浪、秒會性活動、性感舞蹈 或者性教育的古典藝術的政策執行 將保持不變 並可能獲得廣告收錄 再來就是有害或者危險的行為 未成年人參與或受害的危險行為 或者特技可能無法獲得廣告收錄 以及消遣性藥物 或者是與藥物有關的內容 遊戲內容中的藥物使用和消費 可能不會獲得廣告收錄 以及在遊戲內容中進行毒品交易 或者是提及毒品 可能會獲得廣告收錄 這裡YouTube還要提到 他們在促成不誠實行為準則下面 又引入了新的準則 這兩個內容將不會獲得任何的廣告收錄 第一個就是未經業主許可 冒充零售店電源員工 或者是違反其行為準則 我們之前有經常看到 有很多人會做出惡搞的視頻 他會冒充一個零售店的員工 去穿上他的員工工服 然後假裝在那邊工作 去和客戶進行交流 這樣拍出來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 現在是無法獲得廣告收錄的 還有一個就是 在電子競技中使用 或者鼓勵使用黑客軟體 YouTube在2023年的時候 讓YouTube Shores開始有了廣告營利的功能 但是它是希望能達到一定的標準 才能夠開始的 並且我也認為YouTube Shores的廣告營利模式 相比於YouTube影片的營利模式會更加的複雜 接下來我繼續告訴你具體的YouTube Shores營利政策 你如果能夠通過你的YouTube Shores去獲得廣告收錄 哪一些YouTube Shores內容是YouTube明確說到不能夠獲得廣告收錄的 以及YouTube Shores它的廣告收錄的一群模式 還有收錄是邏輯計算的 如果你還不知道YouTube Shores 它其實就是YouTube上面的短視頻內容 和抖音Tito上面的短視頻是一樣的性質 YouTube Shores是YouTube重點發展內容 所以YouTube宣布從2023年2月1號開始 所有已經開啟了廣告營利的頻道 都能夠通過發布YouTube Shores去獲得廣告收錄了 這將新的收益模式將會取代之前的YouTube Shores獎勵基金 並且現在發布YouTube Shores 也是有資格去申請開通頻道營利的 它的標準是頻道需要達到1000個訂閱人數 並且在過去的90天內 你的YouTube Shores能夠獲得1000萬次的觀看量 那頻道還需要符合YouTube頻道營利政策 包括重複內容、重複內容的使用相關政策 此外也需要遵循YouTube的數據準則、服務條款 版權政策以及Google AdSense的計劃政策 不管是已經開啟廣告營利很久的頻道 還有說剛加入YouTube合作夥伴計劃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通過YouTube Shores的營利 就需要做一個重要的步驟 因為YouTube Shores的廣告營利 它正式啟動的時間是2023年2月1日 如果想要符合資格 每一個營利合作夥伴都需要接受Shores營利單元條款 這樣才能通過Shores動態技能廣告 以及YouTube Premiere去賺收益 無論是在2023年2月1日之前就接受了這條款 那麼YouTube的系統就會自動從2023年2月1日開始 就計算出你YouTube Shores的觀看次數 然後根據這個次數去分配給你收益 在你接受這個條款之前 任何你獲得的YouTube Shores的觀看次數 是沒有辦法得到收益的 接下來就是重點 YouTube有明確學到 只有遵循廣告友善內容規範內容 才能夠有資格得到盈利 並且在計算收益的時候 有三大內容獲得觀看次數 是沒有辦法得到盈利的 首先第一個內容就是非原创的短片 例如說你截取自電影或者電視節目 沒有經過任何編輯的短片 或者說你用YouTube平台上面 或者其他平台上面內容 進行二次的散傳 還有就是未加入原创內容的合集 這些內容都是不符合YouTube的盈利政策的 就不會得到廣告收錄 這裡就能夠看出YouTube是非常重新原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盡量自己原创的短片 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種內容形式就是 以人為的形式去增加或者造假 你YouTube Shirts所獲得的觀看次數 就是說使用自動點擊的工具 去讓YouTube Shirts觀看次數一直在增加 這就是造假的行為 第三種內容形式就是 任何不符合廣告友善內容規範內容 都是沒有辦法獲得廣告盈利的 大家看到這裡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嗎 如果喜歡這影片 希望你能為這影片點個讚 感謝你多的支持 大家都很關心 YouTube Shirts的廣告是怎麼運作的 這個圖就能夠清新的展現給你 YouTube Shirts的廣告的運作模式 YouTube Shirts的收益 是來自於Shirts動態之間的廣告 Shirts動態上面的Shirts的觀看次數 能夠獲得專屬的廣告分類 例如在兩個廣告之間有五個YouTube Shirts 那麼這五個YouTube Shirts 就能夠得到這兩個廣告所收取的費用 YouTube Shirts的廣告收益分享有四個運行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匯總YouTube Shirts動態裡面 所獲得廣告收益 YouTube每個月都會匯總 在Shirts動態裡面 所獲得的YouTube廣告收益 從而來獎勵創惑者 並且支付音樂版權費用 第二步就是 計算創惑者所獲得的整體收益 YouTube會根據創惑者 所上傳的YouTube Shirts 獲得觀看次數 以及使用音樂的情況 把Shirts動態的廣告收益 去分配給創惑者的整體收益 這裡會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 創惑者上傳的YouTube Shirts 並沒有使用音樂 那麼Shirts觀看次數 所得到的所有收益 都會歸入創惑者的整體收益 第二種情況就是 創惑者上傳的YouTube Shirts 包含了YouTube的音樂 這個時候 YouTube就會根據 創惑者使用的曲目數量 拆分這些YouTube Shirts 所得到的相關收益 一部分會歸入創惑者的整體收益 一部分會分給YouTube音樂的合作夥伴 舉個例子來說 創惑者上傳的YouTube Shirts 裡面還有一首歌曲 這部YouTube Shirts 所獲得的廣告收益 有一半會分配給創惑者 有一半就用來支付音樂的版權費用 如果這部YouTube Shirts 還有兩首歌曲 那麼其中的三分之一收益 就會歸給創惑者 剩下的三分之二 會用來支付音樂的版權費用 第三個步驟就是 分配創惑者整體收益 YouTube會根據 YouTube Shirts所獲得的觀看次數 在各個國家或地區觀看次數的佔比 來進行相應的分配 舉個例子來說 在盈利創惑者上傳的YouTube Shirts裡面 YouTube會根據所有符合資格的 YouTube Shirts的觀看次數來分配比例 如果創惑者佔的內容觀看次數為5% 那麼這個創惑者就能夠得到整體收益裡面的5% 第四個步驟就是 執行收益分配 無論創惑者是否有使用到音樂 他們都只能夠保留所分配收益裡面的45% YouTube還提到了以下幾項 是不包含在創惑者整體收益裡面的 第一項就是 創惑者還沒有接受YouTube Shirts的盈利單元條款 或者是這個頻道還沒有達到盈利的標準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YouTube Shirts所產生的收益 有些費用會用來支付音樂版權費用 剩下的所獲得廣告收益 於YouTube會自己保留 第二項就是 有音樂的合作夥伴 他們上場的YouTube Shirts 這些YouTube Shirts所產生的公關支出收益 第三項就是 招判定為不符合資格的YouTube Shirts 公關支出所獲得的相關收益 第四項就是 Shirts動態開啟之後 觀眾在還沒有看到任何YouTube Shirts前 所看到的廣告產生的相關收益 例如說YouTube Shirts的看投廣告收益 還有就是在YouTube Shirts播放器裡面 導覽頁面所產生的廣告相關收益 肯定有很多人在聽完YouTube Shirts廣告收錄 分配的模式之後 覺得這個概念比較複雜 這裡我提供一個範例來幫助大家更好理解 假設你是盈利的創造者 你上傳了一部YouTube Shirts 這部YouTube Shirts使用了一首歌曲 接下來我就告訴你 這部YouTube Shirts它在當月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收益計算方法是這樣的 比如說這國家或地區 它這個月Shirts的總公關支出為一次 並且都來自所有盈利的創造者上傳的YouTube Shirts 這些Shirts產生了10萬美元的廣告收益 其中有20%的Shirts他們使用了一首歌曲 所以創造者整體收益為9萬美金 而另外的1萬美金來支付音樂版權費用 然後你發的YouTube Shirts在這個月獲得了100萬次的觀看量 一直就會分配創造者整體收益的1%給你 也就是900美金 無論你是否使用了音樂 在這個時候都不影響到你分配的整體收益 然後根據現在的分配比例 你能夠保留45%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月Shirts幫助你獲得了405美元的廣告收錄 接下來這個更新也是關於YouTube頻道開通盈利的 YouTube對它的盈利政策做出了多項的條件 對你來說非常重要 你是不是以為這樣的頻道達到了1200元元素 並且在過去的12個月之內 積累到了4000小時觀看市場 或是說在過去的90天 你短片獲得了1000萬次的觀看量 你的頻道就能夠開通收益 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只是硬性的標準 在你達到這些標準之後 你還需要申請 YouTube的工作人員會對你的頻道進行一個全面的審核 所以會看一下你的頻道到底有沒有達到1000個訂閱人數 你在過去的12個月是否積累到了4000小時觀看市場 或是說在90天內 是否得到了1000萬次的短片觀看量 同時還會看一下你的頻道是否符合了YouTube的盈利政策 包括YouTube的社群規範服務條款 版群規範 存在取得授權調整政策 以及Google essence的計劃政策 如果想通過YouTube Shirts獲利 你還必須要遵守YouTube Shirts的盈利政策 在這些都通過了之後 YouTube的工作人員還會查看一下你頻道裡面具體的內容 他們會檢查一下你頻道裡面具有代表性的內容 去看一下到底有沒有符合規範 因為他們是沒有辦法一步一步去全部查看你頻道裡面的影片的 所以他們主要會查看以下的項目 像是你頻道的主題 頻道裡面觀看次數最多的影片 最新相傳影片 觀看市場占比最多的影片 影片裡面的一些中繼資料 像是影片的縮圖 標題 描述欄等等 只有當這些程序你全部通過了之後 你才會被同意去加入到YouTube的猴若火玩計劃裡面 你這頻道才會有廣告收錄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是會有很多人由於各種原因是會被拒絕的 這就是這次YouTube引力政策更新的重點 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如果你第一次申請遭到拒絕之後 你可以使用哪些措施 在你收到拒絕結果之後 你是有21天的時間去進行申訴的 申訴的方式只要會有兩種 第一種方式就是你可以透過影片去進行申訴 影片的格式是會有一定的規定的 首先它必須要是影片 並且你不能在影片的描述欄裡面就加入任何的申訴信息 並且這部影片的長度不能夠超過5分鐘 你要把它設置成不公開 你要上傳到你要申訴的頻道裡面 並且有你的賬戶經提交 你可以使用YouTube支持的語言進行說明 或者你可以使用非系統生成的英文字幕 它可以支持很多種語言 其中英文、中文、日文、韓文都是在內的 關於影片的具體內容 就是要讓YouTube知道你是怎麼製作影片的 YouTube想要知道你幕後製作影片的過程 第二種方式就是 它會提供給你另外一個選項 就直接向錯誤者支援團隊進行申訴 這種方式就是直接提交文字的說明 在你提交申訴之後 YouTube團隊會有14天的時間去給你回覆決定 如果你申訴成功了 YouTube就會批准你加入他的YouTube合作人計劃 或是說你的頻道之前已經加入了YouTube合作人計劃 但是你現在被暂停了 在申訴成功之後你的頻道就會重新開啟頻道引力功能 這個時間大概會在30天左右 如人申訴遭到拒絕了 你可以在停權日之後的30天 再重新升起加入YouTube的合作人計劃 現在YouTube在這一步的時候做出了調整 並且這個調整會在2023年6月5號的時候正式開始實行 是的如果你是第一次被拒絕 你還是有21天的時間去提交你的申訴 並且在30天之後你是可以重新申請的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申請遭到拒絕之後 你還是有21天的時間去提交你的申訴 但是這一次你需要等待90天的時間才能夠重新開始申請 而不是之前的30天之後你就能夠重新開始申請了 所以這個等待的時間就拉長了非常多 這等於你一年時間裡面有四分之一的時間花在了等待的時間上面 你去等待這個窗口重新開啟 但是你還是不確定這一次是否能夠重新 當然你是可以一直重新申請的 但是只要往後都是90天的等待時間了 YouTube這麼做也是能夠理解的 Prioritize timely reviews of new applicants and instances of appeal for creators asked us to take a make a look 是的 YouTube把大部分人力都花在那些不斷重新申請的頻道上面 YouTube是更願意讓工作人員先去審查那些新的頻道申請的 因為他們是更有機會去加入YouTube合作團計劃的 去給YouTube帶來收入 YouTube也知道有很多的新人在第一次申請的時候 並不了解YouTube的盈利政策 所以第一次被拒絕是非常正常的 YouTube的建議就是在你第二次申請之前 先去仔細看一下YouTube的盈利政策 就修改一下你頻道裡面內容策略 保證沒有漏洞之後再提出申請 這樣通過的機率會大很多 在我們進入到下一個YouTube盈利政策更新之前 如果你覺得自情面對你有幫助 你想看到更多這種即時的平台更新的影片 請讓我為這部影片點個讚 感謝你多的支持 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已經加入到YouTube合作團計劃的頻道 由於違反了一些政策而遭到了暫停盈利 你還是會有20天的時間去申訴這個結果 但是如果想重新開啟頻道盈利 你需要等待90天的時間才能夠重新申請 所以不要認為頻道已經開動盈利就萬事大吉了 那頻道還是會有機率被暫停盈利的 並且這個重新申請的等待時間也拉長了 所以希望大家對自己頻道裡面發布的內容一定要慎重 不要發布那些有違規行的內容 如果你頻道在被暫停盈利之前還開啟了頻道會員功能 那麼你這等待時間會從90天延長到120天 也就是說如果你頻道開啟了頻道會員服務 但是你的頻道遭到了停止參與YouTube的合作團計劃 那麼在你現有的會員服務中止之前 你需要等待120天的時間才能夠重新申請加入YouTube的合作團計劃 去重新開啟你的頻道會員功能 如果現有的頻道會員功能遭到終止 YouTube會把最後一個月的會員費去返還給你的會員 你看到這裡是不是非常好奇 YouTube為什麼突然會做出這些重要的條件呢 我們的資金制定的政策是設立的 以責任的負責創作者們的內容 我們來做兩者的政策的政策 我們的重新的內容負責創作者們 是為了負責創作者們的內容負責創作者們的內容負責 是為了負責創作者們的負責 而負責創作者們的負責創作者們的負責 並非你原創的素材 像是晚證文字或者是新聞動態 經過儀調或者是調整曲書的歌曲 但是本質上人和緣曲沒有差異 相似且重複的內容 或者是內容空洞沒有任何教育的價值 評論還有旁白 套用範本大量製作 或者利用程式產生內容 內容為圖片投影片或者是滾動文字 並且幾乎沒有或者是不包含額外的敘述 評論或者教育價值 重複使用是指頻道裡面不斷使用他人的創作 但是無法提供優質的原創評論或者是教育的價值 以下是YouTube也說了一些不允許被引力的內容 將喜愛的節目剪輯成一部影片 但是幾乎沒有或者是完全沒有旁白 即整至其他社群網站裡面的短片合集 不同藝人的歌曲激進 在這方面即使你獲得了對方的授權 也是不允許被引力的 下創者重複上傳的影片內容 宣傳其他使用者的內容 這個也是即使你獲得授權 也是不能夠被引力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裡了 我希望你一定要去審視一下 你頻道裡面發佈的內容 你頻道裡面發佈的內容 是否有符合重複內容 或者是重複使用內容的定義 如果有你的頻道可能沒有辦法 在第一次申請的時候 就成功加入Youtube的合作宣傳計劃 你需要及時的對你頻道裡面的內容去做修改 在2023年 Youtube對於它的盈利政策做出了多項的調整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一個重要的調整 這也是創業者最開心的消息 因為Youtube降低了創業者加入Youtube合作宣傳計劃的門檻 這就為著小頻道能夠更快的去用頻道開始獲得收入 Youtube現在一直在致力於讓創業者有更多的途徑 去通過頻道賺取收入 尤其對於新開始的創業者非常的重視 在2022年的時候 Youtube就擴大了頻道開啟盈利的資格範圍 在此之前只有一種方式 那就是你的頻道需要獲得1000個訂閱人數 以在過去的12個月之內 你需要獲得4000小時的公開觀視場 只有符合這個條件了 你的頻道才有資格申請加入Youtube的合作宣傳計劃 並且開啟廣告盈利 在過去幾年 Youtube新增加了短視頻的內容形式 所以為了考慮到短視頻的創業者 Youtube又新增加了一個開啟盈利的途徑 你的頻道還是需要達到1000個訂閱人數 而那短視頻需要在過去的90天內 去獲得1000萬次的觀看量 通過這樣的途徑 你也是能夠開啟廣告盈利的 並且在2022年2月的時候 Youtube也宣布 Youtube短片也是能夠有廣告收入的 所以Youtube的這一系列操作 讓所有創作都感覺到非常興奮 而現在仍然更加興奮的消息出來了 Youtube決定以較低的資格標準 去讓一些新的創作者 優先加入Youtube的合作宣傳計劃 去享受一些粉絲資助的功能 它的具體標準是 你的頻道需要達到500個訂閱人數 並且在過去90天內 你有上傳三部公開的影片 然後需要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你有積累到3000小時的觀看市場 或者在過去的90天內 你的短天的觀看量 有積累到3000萬次 這樣的話 你就能夠解鎖一些功能 像是頻道會員 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超級貼紙 以及通過Youtube Shopping的功能 去推廣你自己的產品 是的 如果你想要讓你頻道 開始獲得廣告收入 它的標準還是之前的標準 也就是你的頻道 需要達到1000個訂閱人數 並且在過去的一年內 去獲得4000小時的觀看市場 或者短片在過去90天內 有1000萬次的觀看量 好事實是 只要你的頻道通過這新的標準 就加入到了 Youtube合作夥伴計劃裡面 當你的頻道達到了現的標準之後 那頻道就會自動獲得 開啟營利的資格 還有其他的功能 並不需要再次完成 申請加入合作夥伴計劃的流程 這個新標準 是不是讓你非常激動和興奮呢 如果喜歡這樣的 Youtube新聞類的分享 記得給這部影片 點個讚 這樣我就知道 你喜歡這樣的內容了 Youtube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調整 是因為他們發現 有越來越多創作者 在Youtube上面 去建立起他們社群 創作者還有觀眾 建立起了非常強的凝聚力 粉絲資助成為了很多創作者 他們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在美國 2022年12月 從粉絲資助中獲得大量收入的頻道 它的數量超過了去年的20%以上 現在這個合作計劃 暫時只對美國、英國、加拿大、台灣 還有韓國的創作者開放 應該會很快開放給 所有支持合作夥伴計劃的國家還有地區 另外Youtube也提到了 關於Youtube Shopping 它的盈利政策的更新 可能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是Youtube Shopping 因為這是Youtube剛推出的一個全新的盈利模式 Youtube Shopping可以讓創作者 在Youtube上面輕鬆的宣傳 自家商店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商品 通過Youtube Shopping這個功能 你可以輕鬆的鏈鍵的商店 到你Youtube頻道裡面 就在影片裡面展示出你自己的商品 你可以在你影片內容裡面 去標記其他商家他們的產品 並且在你的Youtube後台數據裡面 你可以查看到Youtube Shopping的所有數據 你可以非常詳細的了解到 你標記的產品他們的成效 Youtube Shopping它具體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擁有你自己的頻道商店 你可以在影片Shorts 或者直播裡面去標記產品 或者是通過產品專區 去宣傳你自家商店的產品 並且你可以在直播裡面去置頂產品 就相當於是直播帶貨一樣 並且Youtube Shopping有自己的聯盟行銷計畫 當創作者加入這個計畫之後 就能夠在影片裡面去標記 第三方商家的產品 當觀眾透過你的鏈接去購買這些產品之後 你就能夠和Youtube進行佣金的分成 這是一種提供給創作者全新的盈利方式 同時也可以幫助觀眾有更好的產品購買體驗 能夠幫助觀眾去方便地找到他們喜愛的產品 通過Youtube Shopping 你可以提供給觀眾更好的觀看體驗 只要在內容裡面去標記一個產品 就能夠幫助觀眾去快速找到他們想要的產品 並不需要在你的描述欄裡面去尋找產品連結 Youtube Shopping也可以幫助你賺取更多的收益 如果觀眾購買你在影片裡面標記的產品 你就能夠得到一定彼得的擁緊 它也是個一戰式的創作者的工具 只需要點進鼠標幾下 你就能夠在同一個地方去標記產品 追蹤成效 查看它的收益等等 像Youtube決定 把Youtube Shopping這個功能去擴展到所有符合條件的創作者 那麼這些創作者是誰呢 首先你的頻道需要加入到了Youtube合作夥伴計劃裡面 頻道必須超過兩萬個訂閱人數 並且你本人是需要在美國境內的 同時你的頻道不能是藝人的官方頻道 以及音樂合作夥伴相關的頻道 音樂合作夥伴包括是唱片公司 發布商 發行者 以及Vivo 然後就是你的頻道的觀眾不能夠是設為兒童專屬的 並且在你的頻道裡面沒有大量的兒童專屬影片 這些創作者就能夠在他們影片裡面 去展示出自己的產品 或者是其他商家的產品 並且可以在影片裡面 Shorts裡面去標記其他商家的產品 去獲得佣金 Youtube也說到 他們已經和50多個品牌打算了合作 他們的領域包括了美容、科技、家具和服裝等等 這些產品都是能夠讓創作者 在影片裡面進行標記和出售的 Youtube這個平台是一直致力於 原創內容的 在2023年7月的時候 Youtube做出了兩個重要的政策更新 自己想到了很多使用他能作品 去製作影片的頻道 Youtube這次做出了兩個重要的更新 首先第一個更新就是 它對Youtube標識名進行了政策使用修改 Youtube頻道的標識名 它是每一個頻道獨一無二的短標識字符 它與頻道名稱是不一樣的 並且是以at來打頭的 比如說我頻道的標識名就是 at鬼神章 任何的頻道都有與之相關的標識名 所有的觀眾還有創作者都能夠使用標識名去查找對方 並且和對方經常交流和互動 除了你的Youtube頻道網址也會自動獲得 這樣就能夠方便觀眾去搜索到你的Youtube頻道了 所以從7月16號開始 所有違反Youtube社區準則的Youtube頻道標識名 對有可能會被替換為新的通用標識名 如果有需要 具有違規的標識名 將會收到電子郵件的提醒 並提供如何更改Youtube標識名的說明 我是非常贊成這個做法的 我希望這個變化能夠擴展到 那些頻道的標識名還有頻道名 不只是含有出言會語的名字 因為有些頻道會使用他們的Youtube頻道名 Youtube標識名 去發布一些不同類型的信息 這些信息可能會誤導觀眾 或者是欺騙觀眾 所以我認為這個改變 是對所有人都是非常有好處的 這會告訴你第二個Youtube政策的重要更新 不過在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Youtube平台更新的影片 需要能做個影片 點讚 這樣我就知道你喜歡這樣的影片了 第二個改變就是 從2023年8月份開始 Youtube頻道的假冒政策將會更新 成為更好的幫助觀眾去區別出原始頻道 還有粉絲頻道 如果你運用的粉絲頻道 並不是隶屬 或者不代表該原創藝術家 頻道 創造者 或者實體 你現在必須在你頻道的名稱 或者標識名中 明確披露這一點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經常有看到這樣的頻道 一個原創的創造者 他的粉絲會有很大的心思 就建立一個完全是基於這個原創作者 他的作品的頻道 他們會上傳這個原創作創作者 他的影片片段 或者是精彩的花絮等等 其中有些頻道 他做的是非常不錯的 現在有一些粉絲的頻道 他們是按照正確的方式去進行浴作的 有一些是得到許可 而有一些並沒有得到許可 很多人就是靠著這樣的方式 去把一個頻道做起來的 就要利用其他創作者 他們的作品 去做為你頻道裡面的內容 你必須要符合內容的合理使用規範 也就是說 你的內容不能是完全叫班的 是需要有一定的改變的 即使你頻道裡面的內容 是符合合理使用準則的 或者你得到了原創創作者 他的許可來製作內容 但是你還是需要在你頻道名 還有標識名裡面 去揭露你是一個粉絲頻道 YouTube是有專門的 冒出他人身份的處理政策的 YouTube是禁止冒中他人身份 或者他人頻道的 他們同時也會執行商標全人的權益 如果頻道或者當中內容 會讓觀眾誤以為所宣傳的產品 或者服務它的來源 YouTube就會選擇禁止 你發佈內容不能夠符合以下兩個分類 第一就是假冒其他頻道 抄襲其他頻道的簡介、背景 或整體外觀風格 企圖讓觀眾誤以為是他人的頻道 頻道無需完全相同 只要抄襲意圖明確 即可視為違反這項政策 第二個類別就是冒用他人身份 企圖讓觀眾誤以為內容是由他人發布的 YouTube還展示了一些具體精緻的例子 頻道使用其他頻道相同的ID 頻道名稱或者是帳號代碼和圖片 差別僅在於名稱多出一個空格 或者是以數字0取代英文字母歐 利用他人的真實姓名 使用者名稱、圖片、品牌、標誌、標誌或其他個人資訊 企圖假冒他人身份並且欺騙觀眾 利用與他人相同的ID、頻道名稱或者是帳號代碼和圖片建立頻道 假冒對方身份在該頻道上張貼內容 利用他人的姓名和圖片去建立頻道 假冒對方身份在其他頻道上面留言 自稱由粉絲帳戶建立的頻道 單位在頻道名稱或者是帳號代碼中明確指出這一點 或者假冒其他頻道並且二次上傳對方製作內容 最後一點就是假冒現有新聞頻道的頻道 這次的更新非常重要 因為它會阻止一個特定的問題 你可以進入到YouTube的搜索欄裡面 然後輸入Mr.Beast 然後按照頻道進行分類 你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的真實情況 有非常多人利用Mr.Beast的名義去發佈他的內容 做出這樣的情況其實在YouTube上面是從未允許過的 但現在就會把這政策變得更加透明更加嚴格 當然有個決斷情況就是 你的頻道是使用你沒有創作的片段或者影片進行維持的 或者你的頻道會是針對單獨創作的粉絲而存在的 你是針對很多個創作者的粉絲而存在的 那麼這個情況怎麼處理呢 具體YouTube的審判結果我並不清楚 但是在這政策出台之前 其他YouTube上面如果創作者發現你使用他們的作品去發佈內容 他們是能夠進入到你的影片裡面 然後舉報你這影片內容侵犯了他們的版權 所以那些未經原創作者他們的許可去發佈內容的創作者 很有可能在某一天的時候原創作者發現了他們的內容被你搬運被你使用 這個時候YouTube就會刪除掉這些所有侵權內容 對於這類的創作者來說始終是一種風險 YouTube其實一直想做到YouTube影片還有YouTube Shorts的互通 兩者細心互相的引流互相的推廣 終於在幾個月之前YouTube做到了 不過YouTube也為了保護觀看YouTube Shorts的觀眾 對於YouTube Shorts的鏈接功能性做出了條件 首先第一個更新就是從2023年的8月31號開始 YouTube Shorts的評論區還有描述在你們的鏈接 以及垂直直播源鏈接將不再可點擊 我知道很多人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沮喪 因為他們會通過YouTube短片去進行產品的推廣 進行聯盟行銷或者是經營品牌贊助等等 從這些方式去獲得收入 儘管你下一發YouTube Shorts是能夠獲得廣告收入的 但是YouTube Shorts的RPM非常的低 即使你獲得了100萬的觀看量 可能它的廣告收入就只有50美金左右 或者你說現在YouTube Shorts能夠進行粉絲的贊助了 但是這也是基於你有大量的粉絲群體 才能夠獲得不錯的收入的 不過大家也別擔心 YouTube知道大家有做這些活動 所以它推出了一個替代的方法 我待會會告訴大家 YouTube之所以會這麼做 是因為隨著YouTube Shorts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度 也有一些不法分子通過YouTube Shorts評論區 它的描述欄裡面就加入一些惡意的鏈接 觀眾通過點擊這些惡意的鏈接 就會觸及到一些不良的軟體 網路釣魚或者是一些詐騙的信息等等 雖然現在YouTube系統還有政策 會檢測出這樣惡意的鏈接 但是YouTube還是需要有其他措施 去更好地保護他們的觀眾 第二個更新就是現在在頻道的頁面上面 增加了可點擊的鏈接 YouTube決定從2023年的8月10號開始 在你YouTube頻道圖右下角的那些圖標將不再顯示 因為YouTube認為這可能是誤導性的鏈接他們的來源 並且從2023年的8月23號開始 移動設備和桌面設備的觀眾 會在訂閱按鈕的附近看到可以點擊的鏈接 創作者可以在這裡面去分享他們其他社交媒體的鏈接 商品的鏈接 商店的鏈接 或者是任何符合YouTube社區準則鏈接 你也可以看到在我頻道裡面 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鏈接了 想添加這些鏈接也非常容易 你可以進入到你的YouTube頻道裡面 然後點擊自定義頻道 點擊基本信息 在這裡面你可以找到鏈接選項 在這個位置就可以添加鏈接了 這樣即使現在的YouTube Choice 是沒有辦法添加可點擊的鏈接了 但是你可以在YouTube短片裡面去告訴觀眾 他們可以點擊你頻道首頁裡面的鏈接 去參考相關的鏈接 接著我還告訴你更多YouTube更新的功能 我在之前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影片點讚 這是對我的最大鼓勵還有支持 在2023年的9月底 YouTube會推出一個全新的YouTube Shorts功能 這個功能會連接YouTube短片 還有YouTube其他內容 雖然前面有提到YouTube完全移除了YouTube短片評論區 還描述欄裡面鏈接的功能 但是YouTube新增加了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更強大的 這個鏈接可以幫助你去直接鏈接到YouTube裡面的其他內容 像是你的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的首播 YouTube直播影片 或者是其他的YouTube短片內容等等 你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片 當觀眾在觀看你YouTube短片的時候 在你的頻道名底下會有一個可點擊的鏈接 觀眾是可以點擊這個鏈接 然後會進入到那個內容裡面 這是YouTube一直想做的功能 讓YouTube短片還有YouTube長片進行完全的互通 達成互相引流的效果 你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去做很多事 比如說你可以通過你的YouTube短片 去回答觀眾一直問你的問題 去告訴他們解決方法 並且你可以在短片裡面去告訴觀眾 如果他們想要繼續深入的了解 如果去更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去達成這個目標 可以去觀看你的這部長片 然後去附上這個長片它的鏈接 這樣觀眾就會點擊這個鏈接 去看你的長片了 去達到短片給長片引流的效果 或者說你想提高你的聯盟時效收入 你就可以專門圍繞這產品 去製作一期完整的YouTube影片 並且附上聯盟時效鏈接 然後你可以圍繞它去製作幾期YouTube短片 並且每一部YouTube短片 都鏈接到這部聯盟時效影片裡面 這樣你可以積累到很多短片流量 去引流到這部長片裡面 去幫助你提高聯盟時效收入 YouTube還在前段時間 對於它的社群規範系統 做出了重大的改革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好消息 這關係到每一個頻道的生存 是否能夠正常的發布影片 首先什麼是YouTube的社群準則呢 因為YouTube這個平台來自全世界的創造者 都能夠在這個平台上面發布內容 並且來自全世界的觀眾 也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觀看任何的內容 那麼YouTube只有責任去保證 這個平台上面的內容 是對任何的觀眾都是有益的 是適合每一個觀眾觀看的內容 所以YouTube就制定了這套社群的準則 其中包括了垃圾內容以及欺騙行為 敏感內容、暴力或者威脅內容 管制商品、不實資訊等等 YouTube使用這些準則 去規範平台上面的行為 這適用於YouTube上面使用的內容的 包括思想、不公開內容、留言、鏈接、社群提問 還有說圖 那麼在這次更新之前 如果違反了社群規範會怎麼樣呢? 最早的YouTube社群準則 如果你違反了一次 你就會收到一個警告 並且伴隨著很多功能你無法使用 每個頻道最多同時能夠收到三個警告 如果一個頻道同時收到了三個警告 那麼YouTube就會把這頻道竟刪除 而在2019年的時候 YouTube發現有很多的創作者 他們在第一次的時候 並不是有意違反YouTube的社群規範的 所以YouTube就準備放寬這條件 如果你是第一次違反了YouTube的社群規範 那麼你會收到一個警示 而不是警告 這會使得創作者在面臨更多的懲罰之前 就會檢查出自己的問題所在 這個警示是永遠會存在你的YouTube頻道裡面的 並且當你登錄到YouTube後台工作室裡面 你是能夠看到的 然後YouTube就發現 有80%的創作者在收到了警示之後 他們並不會再次違反YouTube的社群規範 YouTube也聽到了創作者的心聲 YouTube自己在不斷的更新它的社群規範 來響應平台內外的變化 但是他們並沒有提供一個很好的途徑 讓創作者知道YouTube是如何界定一下這規範的界限的 並且YouTube也知道當創作者收到警示之後 會對他們的影片發布造成干擾 並且會打擊很多創作者他們自行行 接下來我就得告訴你這最新的YouTube社群規範系統 不過在之前你喜歡這樣的YouTube平台更新的影片 希望能做影片點贊 這樣我就會帶來更多即時的YouTube平台更新的影片了 所以YouTube決定從2023年的8月29號開始 如果創作者因為違反了YouTube的社群規範而收到警示 那麼在這個時候他們是有機會去選擇參加教育培訓課程的機會的 這是一個全新的途徑讓創作者能夠了解到 多避免違反YouTube的社群規範 假如這個創作者完成了課程 並且在之後的90天內並沒有違反相同的政策 那麼這個警示就會被刪除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一名創作者他是擅長一部影片 是教育觀眾性健康知識的影片 但是YouTube認為他違反了YouTube的社群規範 因為在裸露還有新內容的政策下面 他缺乏足夠的背景信息 在以前YouTube會直接刪除掉這部影片 並且這個頻道會伴有一個終身警示的標誌 但是從現在開始 YouTube仍然會刪除掉這個違反政策的影片 不過創作者可以選擇參加課程培訓 去了解一下具體的政策信息 並且學習到如果再次避免發布類似的內容 在完成課程之後會出現以下的其中情況 在90天內避免違反同一政策的創作者 他的警示將會被刪除 在90天內如果這個創作者再次違反了這個相同的政策 那麼內部影片還是會被刪除 並且這個頻道會收到一次警告 如果這個創作者在90天之後再次違反了同一個政策 那麼YouTube還是會把內部違規的影片去刪除掉 並且會送出一個警告 但是這個創作者還是有機會去選擇參加課程培訓的內容 最後要提一下 在這次更新之前 一個頻道他只能夠收到一次的警示 但是在這次更新之後 每一個政策都有單獨的警示機會 這就為了創作者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到YouTube的社群規範 並且學習相關的內容 YouTube也提到了 雖然他們推出了這個全新的系統去來幫助創作者去了解到YouTube的社群規範 但是他們並不會改變本身YouTube社群規範內容 也不會放寬三次警告的處理方法 任何違規內容都是會被YouTube刪除的 如果頻道同時收到了三次警告 那麼YouTube是有權利去刪除掉這頻道的 如果說你的頻道第一次收到了警告 那麼在未來的一周你是沒有辦法進行以下的操作的 你沒有辦法上傳影片開始直播 你也沒有辦法進行已經排定的直播 你沒有辦法給影片安排公開發布的時間 你無法去建立首播的活動 你沒有辦法在即將舉辦的首播或者直播裡面去加入預告片 你沒有辦法去製作自訂的說圖或者是發布社群貼文 你也沒有辦法去建立還要編輯播放清單或者是新增播放列表協作者 也沒有辦法在關閃頁面裡面去使用儲存按鈕 去新增或者刪除播放清單 在你處分期間已經安排好發布時間的影片會被設成失想狀態 你必須在過了一周之後解除處分的時候 才能夠重新設置安排影片發布時間 系統會在一周之後去解除這些權限 但是這警告需要等90天之後才能夠消除 如果創業者在第一個90天裡面再次收到警告 那麼在未來的兩周之內不能夠發布任何內容 如果之後沒有任何問題 那麼在兩周之後系統就會恢復所有的權限 每個警告從發出的時間算起 滿了90天之後才會消除 如果在90天裡面同時收到了三次警告 那麼YouTube就會把這頻道進去刪除 每個警告從發出的時間算起需要90天的時間才能夠消除 接下來還是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YouTube對於它的廣告控制機制做出了條件 具體調整了YouTube長片以及YouTube直播的廣告設置 YouTube有預測到在這個調整之後 創業者的平均廣告收入會上漲15% 在現在的YouTube廣告系統裡面 如果你打開了一部影片它的創收設計 那麼你是可以控制這部影片是不是要打開 前貼片的廣告、後貼片的廣告、可跳過廣告、不可跳過廣告的 但是從2023年的11月份起 YouTube將會為新上傳的影片完全移除 前貼片的廣告、後貼片的廣告、可跳過以及不可跳過廣告的廣告控制 以便提高創業者的廣告收入 同時也避免創業者會去猜測使用哪一種形式的廣告設計 從此以後只要創業者打開了影片的創收選項 那麼這位者觀眾能夠看到上述提到的所有廣告類型 就像YouTube當前的做法一樣 它會根據不同的因素去判斷 觀眾會在何時看到這些類型的廣告 以便最大限度的去提高創業者的廣告收入 同時又保證了觀眾的觀看體驗 這些因素包括了觀眾看到的廣告、它的時常 以及觀眾在觀看影片的時候能夠看到多少個廣告 這個全新的調整將適用於新上傳的影片 如果是你之前發布的影片 還是會保留原本的廣告格式它設置的 像創作者唯一能夠控制的就是 你是否想要在中間去加入廣告 並且在影片中間哪裡去放入廣告 我認為這個控制權對創作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你肯定會好奇YouTube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接下來會告訴大家 那在之前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影片點贊 這是對我的最大鼓勵還有支持 YouTube他的建議就是 創業者需要同時啟用前貼片廣告、後貼片廣告 可跳過以及不可跳過廣告 並且YouTube目前想要讓所有的創業者都接受這個改變 從而達到提高創業者廣告收入的目的 其實大多數的創業者並不會注意到這個明顯的改變 因為他們已經同時開啟了這些廣告設計了 根據YouTube的數據 在去年有超過90%的影片在啟用了引力功能之後 同時開啟了前貼片廣告、後貼片廣告、可跳過以及不可跳過廣告 這個時候你肯定會想 廣告對於觀眾的體驗會有影響嗎? 會影響到我影片的觀看時常嗎? YouTube分別對不可跳過廣告、前貼片廣告、對影片觀看時常的影響做錯誓言 對於不可跳過廣告來說 YouTube發現如果創業者打開了不可跳過廣告的形式 與沒有打開不可跳過廣告形式的創業者相比 他們的廣告收入提高了至少5% 但是他們影片的觀看時常下降了僅僅1% 對於前貼片廣告來說 如果這創業者打開了所有的廣告形式 並且打開了前貼片廣告 則沒有打開前貼片廣告類型的創業者相比 他們的廣告收入提升了至少15% 同時他們的觀看時常下降了不到5% YouTube也提到了 中貼片廣告已經成為了長影片和直播裡面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YouTube決定在未來的幾個月裡面 YouTube將會提供給創業者更多中貼片廣告它的設計 以便繼續提高創業者的廣告收入 YouTube針對直播推出了中貼片廣告它的控制設計 為了幫助創業者在直播的時候賺取廣告收入 YouTube現在提供了兩個選項 所以你可以在直播的時候設定一下廣告出現的時間間隔 然後YouTube就會自動的優化要展示什麼類型的廣告 在廣告出現的時候它會有一個60秒的倒計時 你可以選擇跳過這個廣告 YouTube也即將推出推遲廣告的按鈕 這個功能就是在你直播的時候它可以推遲中貼片廣告 或者是展示廣告10分鐘的時間 如果你使用了跳過或者推遲廣告 那麼你可以手動的再插入一些廣告到你直播裡面 這個功能是非常好的 比如說在你直播的時候你想去上廁所 那麼就可以加入一個廣告去給你上廁所的時間 或者是休息的時間 YouTube還優化了長影片裡面插播廣告的時間點 為了幫助創作者去更好地優化中貼片廣告的展示次數 去提高創作者的收入 YouTube將會推出另一個可以選擇中貼片廣告出現的時間點的選項 在未來幾個月你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去讓YouTube同時考慮YouTube系統建議的廣告超補時間點 以及你自己設置的中貼片廣告出現的時間點 由於廣告並不會在所有的廣告超補點上面都能夠展示 這就給YouTube更多的選擇 它可以在最佳的時間點上面去展示廣告 從而到創作者還有觀眾都能夠收益 AI是2023年迅速崛起的領域 有很多的創作者會使用AI去製作影片 然後發布到YouTube平台上面 然後會有很多的觀眾他們並不能分辨 有哪些內容是由AI生成的 這讓YouTube更要擔心 所以在最近YouTube決定做出一些重大的改革 這些措施十分重要並且非常關鍵 我們都意識到了AI時代已經到來了 AI讓製作內容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 製作內容的速度越來越快 YouTube也認可了 AI技術釋放了很多創造者他們的創作能力 也改變了觀眾和創造者他們對於平台體驗 但是YouTube也認為 保持YouTube社群的責任相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 上傳到YouTube平台上面的任何內容都需要遵守YouTube的社群徵召的 無論是以什麼形式去生成的 YouTube知道人工智慧會帶來新的風險 並且需要新的方法 所以YouTube在最近兩天發布了最新的部落格 宣布他們正在處於這項工作的早期 會在未來的幾個月和新的一年裡面推出一系列的舉措 去更好的規範AI內容在平台上面發展 YouTube它有制定長期的政策 去禁止使用一些技術的手段去誤導操縱觀眾 並且造成一些傷害的行為 然而AI現在的能力也能夠把一個故事去述述的非常完整 然後也有可能會造成誤導觀眾的行為 而且最危險的就是很多時候觀眾是沒有辦法辨識 他們看的這個內容是否是AI製作的AI合成的 那麼YouTube會怎麼做呢 在接下來幾個月裡面 YouTube會推出一個新的功能 去通知觀眾如果他們現在觀看的內容是AI合成的AI製作的 他們能夠知道 具體來說YouTube會要求窗戶者去揭露他們是否使用了AI技術去合成製作影片 這也包括他們使用什麼樣的AI工具 當創造者在上傳影片的時候 YouTube會提供一個新的選項 希望創造者去選擇是否包括了真實的材料變更 或者是合成類的內容 比如說你使用AI技術去製作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裡面描述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或者是某人說了某件事或者是做了某件事 但其實這個人並沒有做這件事說了這件事 這種內容討論對於一些很敏感的話題 像是選舉、持續的衝突、公共衛生危機 或者是公職人員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其實現在網絡上面還有很多冒牌的明星 你敢相信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假的湯姆克魯斯嗎 AI技術真的可以達到一腳亂戰的程度 假如說我作為創造者在擅長影片的時候 我故意不公開這樣的資訊可以嗎 你可以這麼選擇 但是你會受到很多的懲罰 比如說你的影片會被刪除 你的YouTube廣告盈利會被停止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處罰 YouTube將會以兩種形式去告知觀眾 他們觀看的內容是否是AI合成的 或者是AI修改的 他們會在描述欄的面板裡面去新增一個標籤 去告訴觀眾 這個內容是合成或者修改的 對於涉及一些更敏感的話題 更敏感的內容 那麼YouTube會在影片的播放器裡面 去展示一個更顯眼的標籤 還有一些話題領域 僅僅是靠標籤的顯示 並不足以去減少傷害的風險 並且對於某些合成內容來說 無論是否含有標籤 如果它違反了YouTube的社區政策 那麼這些內容也是會被平台刪除的 如果說一個創造者 他發布了一個AI合成的影片 讓觀眾覺得震驚或者厭惡 那麼這就觸犯了YouTube的社區政策 YouTube就會刪除掉這部影片 YouTube其實在最近也推出了很多 他們自己研製的AI工具 AI功能 比如說DreamScreen 同樣道理 使用YouTube本身的AI工具 去製作影片的 也是會帶有標籤的 會讓觀眾知道 除了保護觀眾的權益之外 YouTube推出了這一系列的舉措 也是為了保護創作者的權益 YouTube在不斷聽取 包括觀眾 創作者 藝術家的反饋 去瞭解一下 新興的科技 對於他們的影響 他們特別提到了 當某人的臉部或者聲音 在他們未經許可的情況下 被數位化的生成歪曲的時候 他們表示非常擔心 因此在接下來幾個月裡面 YouTube會使用他們的私人請求流程 去要求刪除那些人工智慧生成的 或者是修改合成的內容 這包括臉部還有聲音 並不是所有的這些內容 都會被YouTube刪除的 YouTube在收到請求的時候 會考慮到很多種因素 這可能包括內容是否是諷刺或者魔法 是否可以唯一辨別提出請求的人 或者內容是否以公職人員 或者知名人士作為主角 在這種情況下 會有更高的門檻 YouTube在這次 還為他們的音樂合作夥伴 去提供了一個功能 可以去讓他們刪除 有人工智慧生成的模擬藝術家獨特的歌詢 或者是說唱聲音的音樂內容 在確定是否要批准刪除的請求前 他們需要考慮到一些因素 例如說內容是否是合成聲音的新聞報道 分析或者是批評的主題 這些刪除的請求會提供給代表參與YouTube 早期的人工智慧音樂實驗的藝術家 他們的發行商或者是唱片公司 在接下來幾個月裡面 YouTube將會擴大它的範圍 卻包含更多的品牌還有發行商 YouTube這次真的下定了很大的決心 去整頓一下平台上面的AI內容 YouTube也宣稱 他們在全球範圍內 有超過2萬名的審核人員 在他們系統裡面 人工智慧分類器能夠非常有效地 去大規模地偵測到平台上面的違規內容 他們的審核人員也會致力於 確認這些內容是否違規的政策 YouTube的AI系統正在不斷地提高 內容審核的速度還有準確度 YouTube這次的主要舉措 就是要讓創作者在上傳影片的時候 就告知他們的內容是否是AI更改的 或者是AI合成的 但是沒有告訴我們在上傳的哪個步驟 需要去告知 也沒有告訴我們具體應該怎麼告知 有可能是選擇一個選項 或者是稍微複雜一點 需要核對幾項規則 這些我們都還不得而知 然而最重要的 也是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我們具體需要告知喜歡的內容 如果說我只是在我影片裡面 就使用了AI生成的圖片 那麼這種情況我需要告知嗎 或者是我在影片裡面 就使用了AI生成的音樂 做我的背景音樂 這個時候我需要告知嗎 或者是我在影片裡面 使用了AI生成的虛擬背景 這是YouTube想要讓我告知給觀眾的嗎 這些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需要讓YouTube在之後具體告訴我們 但是我可以想像到的就是 如果是完全使用AI去生成的影片 例如說有很多軟體 他們都有提供圖文成片的功能 你就需要輸入一句話或者幾句話 就能夠生成一部影片 那麼這樣的內容 是屬於YouTube提到的內容範疇裡面的 還有影片裡面用到了很多的AI聲音 用到了很多AI生成的數字人 那麼你就需要告知觀眾 這些是AI生成的 你可能會好奇 YouTube這麼做是不是要反對AI技術了 如果在我的影片裡面就使用到了AI技術 那麼我的影片會被限流嗎 影片的表現會不好嗎 這樣的影片會沒有報應力嗎 肯定不是的 YouTube自己都在開發屬於他們的AI工具 YouTube這麼做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 想到創造者還有觀眾 他們在平台上面看到的內容都是健康的 提升觀眾的意識 讓他們知道他們正在看的內容是真實的 還是說AI生成 AI改動的 所以我們都能夠繼續使用AI技術 無論是經營頻道 還是說製作影片 YouTube也表示 他們正在處於生成式AI 在YouTube上面解鎖新的創新 創造力的開始 YouTube對於AI技術 它的發展潛力是非常興奮的 也會投入更多人力還有精力 去發揮出AI技術在平台上面的潛力 同時他們需要保證能夠讓他們整個的YouTube社群 去變得更加的安全 讓創造者還有觀眾都有更好的觀看體驗 還有創造體驗 YouTube平台是由觀眾還有創造者一起組成的 YouTube在最近發布的部落根裡面 告訴大家在近期會推出近30項的更新 其中有很多一份更新都是為了提升平台的整體應用性的 這樣就能夠吸引到更多的觀眾 讓觀眾有更好的觀看體驗 最終能夠讓他們去觀看更長的影片時間 有一個更新我認為是對於創造者來說非常有利的 能夠幫助我們去獲得更多點贊數還有訂閱數 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好 在以前的YouTube App裡面 會有分為帳戶頁面還有影片的酷頁面 會讓一些觀眾會覺得功能有些混亂 沒有辦法很快速的去找到相對應的功能 像YouTube把這兩個頁面統一成了一個你頁面 這裡面你可以找到你之前看過的影片播放清單 下載還有購買 你也可以查看一下你賬戶的設置 去轉化到其他的賬戶裡面 切換Google賬戶進入到你頻道裡面 都可以在這個頁面裡面去做到 某些創造者在製作影片的時候 他們的音量都不會是完全同意的 這會導致觀眾剛才觀看影片的時候 覺得那部影片他的音量比較小 就把自己手機的音量去挑大了 但是新觀看的影片 他的音量本身是比較大的 所以觀眾在打開的時候就會被嚇一跳 所以YouTube為了讓觀眾在使用移動設備 觀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會有更好的聽覺體驗 就推出了一個穩定音量的功能 這個功能它是自動打開的 會減少音量上面的次額差異 讓觀眾會有更好的觀看體驗 我猜大家在觀看影片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使用不同的播放速度吧 如果你和我一樣會喜歡雙倍的播放速度 那麼YouTube現在推出了這個功能 你一定會喜歡 在你使用全頻或者重頻模式去觀看影片的時候 你需要去按住播放機上面的任何位置 就能夠把影片播放的速度去變成兩倍 比如說你打開觀看一部影片 你把整部影片的播放速度去設置成了1.25倍 但是你看到其中的一段你並不想看 你想快速的跳過 這個時候你不必調整整部影片的播放速度 你可以在影片的任何位置去強按一下 這個時候就會變到兩倍的速度 你可以快速觀看完這片段 把你手拿開之後 就會再變成之前的1.25倍速度 如果想要在YouTube上面去搜索 你之前聽到過的歌曲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記錄起它的名字 現在你可以使用演奏、唱歌或者哼唱的形式 就進去搜索了 這主要是通過AI的技術 去把你的聲音還有圓曲進匹配 我們有時候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會喜歡跳著看 現在當你使用YouTube App去觀看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指去拖動時間線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比以前更大的縮圖預覽 你可以快速的去找到你想要觀看的部分 如果你改變主意了 想要回到之前觀看的部分 你可以把你手指移動到開始的位置 並且感覺到有震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挪開你的手指了 這個時候就回到了上一次觀看的部分 這會展示給你更多YouTube平台功能的更新 不過在之前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希望能夠這部影片點個贊 感謝你多的支持 你是否有經歷過 當你在使用手機去觀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突然跳出了信息 或者是意外點擊導致弄亂你的影片的情況呢 像YouTube有推出螢幕鎖定的功能了 你需要點擊設置 然後找到鎖定屏幕功能 就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干擾 當你現在打開YouTube App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YouTube的Logo特效 並且現在的YouTube App 會比自行的版本來的更加簡潔 讓觀眾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 每個頁面是代表什麼樣的功能 該去點哪裡 會讓觀眾更願意使用YouTube App去觀看影片 在你點擊每部影片之後 他們的影片描述欄都會呈現出一個專門的頁面 這裡面展示的就是創作者添加的鏈接 比如說他們添加了社交媒體鏈接 會以社交媒體Logo加上鏈接的形式去呈現 如果你查看這些描述欄的鏈接 你就可以複製這鏈接了 當你進入到這頻道主頁的時候 你可以從個人剪接頁面裡面去查看到 這頻道主所添加的所有鏈接 讓觀眾能夠更容易的發現還有點擊 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YouTube一再對智慧電視上面的YouTube體驗 進行現代化的改造 現在又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 去讓觀眾更好的瀏覽影片 現在在智慧電視上面 他們可以通過垂直的菜單 去查看到他們正在觀看影片的詳細信息 這菜單能夠讓觀眾更快的去查看到 影片的描述欄信息 評論區訂閱按鈕 以及影片章節等功能 觀眾只需要去點擊正在觀看影片的標題 就能夠彈出這菜單了 下個功能對於創造者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都會在影片裡面去呼籲觀眾 點贊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頻道 YouTube也喜歡為影片的觀看體驗 去帶來更多的動感和活力 所以現在無論是你在手機端上 還是在電腦端上去觀看影片 頁面都會有可能去根據創造者所說的內容 去展示出不同的反應 現在如果創造者在他們影片裡面 有呼籲觀眾去訂閱他們頻道 這個時候 訂閱按鈕會出現一個動畫的效果 如果觀眾點擊了訂閱按鈕 那麼這訂閱按鈕就會變成一個小鈴鐺的標誌 這會讓觀眾覺得非常特別 也是一種形式去提醒觀眾去訂閱頻道 為你頻道增加更多訂閱數 熱門評論也是自動輪換的 能夠讓觀眾去知道 大家都在討論什麼都在說什麼 對於新上傳的影片 YouTube有添加一個新的動態效果 在影片發布的24小時之內 YouTube會及時的更新 影片所獲得的觀看次數還有點贊數 出來顯示有多少的觀眾 正在觀看這部影片 以及點贊這部影片 你可以看出 YouTube在逐漸讓觀眾 在觀看的時候有更多的參與感 讓整個的觀看體驗 有更多的活力還有動感 這樣對於我們影片的表現來說 是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的 先了解了2023年 YouTube平台所有的更新了 如果想知道 邏輯正確設置你頻道 去獲得更多流量 你可以看這期影片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夠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IG 能夠會有更多互動 那麼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